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信音 我把公案解开给你看 否则你根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你问禅师什么是佛 他不会回答 所谓佛就是自觉觉他觉醒圆满 你去查数据会这么说 但你这样看不会开悟 禅师也不会这样回答你 有人问我什么是佛 我回答大便 又有人问我师父什么是佛 我回答香花 这是什么意思 师父什么是佛 所谓佛就是觉 这个觉分本觉是觉究竟觉 成佛就是要断习气 烦恼无明 你们想听这个答案吗 这个答案对于你是没有用的 你们用脑袋为什么想听这个呢 师父什么是佛 佛刚开始指的是本师释迦牟尼佛 他是2500年前印度的一个王子 他的父亲叫什么 他的母亲叫什么 然后他一出声 听到这些 你会开悟吗 他问我什么是佛 我说大便 他听到有感觉还是没有感觉 好奇怪 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事 我说佛是大便 会触动他 到底是触动他 上天堂还是下地狱 我就不知道 但是我这样讲 会深深地打动他的心 什么是香花 为什么佛是香花 有一只苍蝇 他也想去拜佛 你觉得他会拿香花还是大便 他应该是拿大便去供佛 这样成不成意 这样世界哪有什么事情 香花和大便 有哪里不一样 你现在是众生还是佛 你是众生 你哪里是佛 我现在不是要听你解释这句话 而是要你展现给我看 我讲香花和大便 有没有点出佛真正的意思 这是透过文字去解释的吗 不是 我就是要让你知道 什么叫做佛 但是一般人不是这样的 他们看到现象 就说佛跟大便有什么关系 佛跟香花有什么关系 他们喜欢解释 所谓佛是什么意思 但是却始终觉悟不到佛是什么状态 香花跟大便是平等的 你不要以为不一样 如果这些概念你明白了 就天下太平了 否则你学佛会很累 你永远都要从不好的那一边 向好的那一边跑 比如 我现在很差劲 我要慢慢修 修到有一天变成圣人 变成很完美的人 我现在迷 我要拼命修 修到悟 我现在是众生 我要拼命修 修到有一天成佛 从众生修到佛 这不是真实义 这是方便说 真理是 佛跟众生 他们是平等的 他们都是脱裤子放屁 多此一举 为什么 佛跟众生 是不是都是假名 实相 有没有这个名字 你还不是一个名 你为什么还要掉入我的陷阱 假名还是一个名 所以好好学 唯磨解 不要讲话 内行的人是看你的动作 不是听你讲话 你要知道什么叫方便 在你未突破之前 不得已告诉你 但你到达一种程度之后 如果没有讲 就是我对不起你 如果实际未到 我就直接告诉你 那就是我害死你 我现在是要不告诉 我现在要是不告诉你 还是要害死你 还是要慢慢来 你知道 我为什么越讲越快吗 所谓越讲越快 不是我的速度 而是人生实在无常 像我们南投的同学 一个一个往生 下一个说不定就轮到我 所以要赶紧讲给你听 其实 有些概念你们都懂 我不用再跟他们说 要跟你讲真话 不要再跟你讲这些 绕来绕去的话 而且最究竟的道理 懂了就懂了 不懂就是不懂 不是解释文字 而是你要在日常修行 就要展现出来 文后思维 你的潜意识 是否总想由迷转悟 从返入圣 心平何老持戒 行职何用修缠 感恩六座会能大事开始 感恩达官师父教会 感恩您的聆听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